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達州香腸牽著臉 太薄了 片片都透光 打米香的時候 就把花椒跟辣椒放進去了 這個米豆腐是我們達州人 必吃的美味佳肴 達州山南 攀斯亞蘭 大巴山南路的達州 既是川雨傘交通枢紐 也是五千多年前 遠古巴人繁衍生息的沃土 達州自古氣候濕潤多雨 人們為了去除濕氣 大都喜愛椒香麻辣的飲食口味 花椒 喜光照 耐高溫 同時喜愛濕潤肥沃的山地土壤 達州地處巴山取水之間 山地眾多 氣候溫潤 冬暖 夏熱 是花椒的優質產地 花椒 花椒 有香油嗎 大姐 這是今年的新花椒 好香啊這花椒 在達州逛島市 您可以發現 當地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買的最多的居然是花椒 花椒在達州的種植面積十幾萬畝 年潛量上萬噸 在川菜和川味小吃裡 花椒是當之無愧的調味之魂 更是達州人日常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調味料 今天我就帶著您在達州 把這些極具特色的 焦香麻辣的達州小吃 來個一網打盡 在達州咱給入鄉隨俗 逛完了早吃 必須要吃一碗當地地道的雜醬麵 根根都入味 這雜醬麵到底怎麼回事呢 來達州了 咱就給好好學學裡面的門道 走著 大家好 我叫趙小莉 做參與15年的時間 咱們達州的這個雜醬麵 有沒有什麼除道之處 有啊 我們達州的這一個雜醬麵 就是一個焦香麻辣的一個味道 我們的雜醬麵的雜醬是肉塊 保護感特別強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這種感覺 達州大巴山的兒女的那種豪情 然後因為我們那個花椒 是我們這邊種植有幾千年的歷史 我們吃麻的那個口感 遠遠超過了我們的辣椒 咱們到了達州 就要嘗嘗當地用花椒 做出來的這個雜醬麵 到底是怎樣的一個麻味 大巴山的散養的黑豬肉 酥的後腿肉 後腿肉 肉質特別緊實 口感特別香 而且我們做那個雜醬一定是 三肥七瘦 就三層是屬於那個肥肉 七層是屬於瘦肉 這樣子做出來我們的那個炸醬 口感是最佳的一個狀態 肥而不利 肥肉切成碎末 兩厘米健康的塊 對 大塊吃肉 好嘞 這兩種肉都切完了 燒火加油 菜籽油 燒到八層 劈啪作響 這個肉韌的話 變成那個金黃瘦的時候就可以了 現在就把那個瘦肉給下下去 好 必須要用大火要炒乾水分 把外面炒成那個焦黃瘦 五分鐘到二十分鐘就OK了 現在這個肉已經炒出金邊來了 非常漂亮 現在我們就開始下調料 炒薯的鹽 鐵麵醬 雞精 白糖 老抽 胡椒粉 花椒麵 靈魂花椒麵 這個花椒就是加的那個 紅花椒 青花椒 合制而成 因為它要提鮮的同時 一定是麻 有一句方言叫做 俗兒麻嘴 俗兒麻嘴 就是那個特別舒服的意思 麻 麻得剛剛好 那種俗兒麻嘴的感覺 俗兒麻嘴的感覺 我們現在就要往鍋裡面去加水 然後燜三十分鐘 我再講一下我們這邊那個 麵條的一個靈魂這一款油 有六到八種香料 八角 桂皮 香奈 薯果 香葉 小茴蝦 青紅花椒 然後用180度的那個溫度去噴 這個油炸好了以後 還要浸泡24小時 然後我們所有香料裡面的 這一個原本的味道 才能夠真正被激發 這一碗油才是我們真正那個 麵條的一個靈魂 這成了吧 成了 成了 你看 這個炸醬已經完全爛了 炒爛了 這個香味已經完全融入進去了 沒錯 炸醬已經做好了 對 現在我們開始煮麵了 鹼水麵 對 鹼水麵 先要打調料 好 少許的鹽 雞精 花椒 香料油 花生油 辣椒油 我們來一條醬油 蔥花 來一把高湯 要加高湯 對 真香 您那湯往裡沖 所有的調味料都融合在一起了 現在是噴播而出的香味 對 然後現在我們的那個麵條已經好了 這是油麥菜對吧 對 油麥菜 現在舀上咱們的炸醬 太有人了 開吃 來 還不吃 上面大粒的肉和醬 還有底下的幾種料油 香油 花生油 辣椒油 完全都裹在了這個麵上 對 每一根麵實際上上面都帶著很多的醬料 雜醬麵 選用肥瘦比利3比7的豬肉 先炒後悶 做出帶大塊肉丁的精品雜醬 加入麵中 外加多種調味料 鮮香麻辣 在達州有一樣美食 不僅是四川人心中的白月光 在40年前 也是全國各地小朋友的心頭好 究竟是什麼呢 這是老闆 過來一個零肉乾 好的 給你好 小心喔 你指手那麼髒 嚇死了 說到以前兒時有一個美好記憶 就是家長出差來四川坐火車回去 一天給我們帶一個零食 就叫燈飲牛肉 一打開我們都驚了 薄薄的片都能夠透過後面的字 今天我如願以償來到四川達州 也就是燈飲牛肉的故鄉 跟咱們鄧叔專門來學語 大家好 我叫鄧麗龍 做燈飲牛肉30多年了 這個燈飲牛肉在達州相傳就是1000多年了 唐代詩人元整 任我們通舟做詩碼的時候 在我們這個小酒館裡面喝小酒 吃這個牛肉片的時候 看這個牛肉片很薄 跟這個燈飲汐差不多 就另一名叫燈飲牛肉 燈飲牛肉也是我們現在四川省 非武中華遺產 每個人都吃得過我們的燈飲牛肉 走出去走青黃油 都會帶上我們這個名鐵小吃 今天我們就是要跟鄧大師學學 地道的這個燈飲牛肉 是用的我們本地的這個 鑽漢黃油 就是後腿肉 美筋全瘦肉 最早的加工 它是用這個長刀來手工片 一要看看您怎麼來用這刀 刀要平手要穩 太薄了 牛肉的所有的積勵 都展示出來片片都透光 下部我們就要醃製麻料 也就是這些香料 我們要磨成粉 一共就十味香料 都把它磨成粉 花椒的比例比其他的比例要大一點 麻辣味道也是我們四川味道的一個本色 這個肉要放到這個桶裡面 生姜水鹽 料酒 香料粉 醃製20分鐘左右 醃製好的話 我們再鋪到這個竹燒雞上面 它有一個竹香的味道 高溫火烤了之後 肉香加竹香 再加我們這個天然香料 所以我們燈飲牛肉它是非常健康的 把這個燒雞刷一下油 芝麻油 先酥著刷 再橫著刷 它才刷得均勻 鋪牛肉 對 把它鋪穿了之後 再用手掌清醒地壓 一定要順著紋路壓 它要讓肉和竹篩結合到一起去 現在它完全跟竹子已經融合在一起了 融合在一起了 鋪肉就成功了 現在已經變成了一碗整張的 大的燈飲牛肉的這個基礎 再用我們的這個叫無湯火烤 這個烤的時候 它要慢慢地把這個水分烤乾 這樣烤要烤多長時間 這樣烤90分鐘 我已經聞到這個竹燒雞產生的那種竹香 還帶著這個隱隱的肉香 對 開始傳播出來 對 90分鐘差不多了 這個應該是就烤好了 烤好了你看這個它有點脫了 輕輕一掰 我都能聽見那個清脆的聲音 這個烤出來是大片 我們要把它修正 剪成這個小長框形 薄乳蟬翼 非常的漂亮 對 我們最後一道工序就是 把我們這個煉製好的紅油 淋到上面 我們的紅油裡面有香油 辣椒 有沒有花椒 煉製出來的這個米漬紅油 裡面又有了花椒的麻 又有了這個辣椒的辣 對 而且還有了香油的香 對 這一道菜就成功了 太漂亮了 好 我們可以嘗一嘗了 聽到這個聲音了嗎 對 非常的脆 脆又香又麻又辣 沒錯 在這個肉香裡頭 還涵蓋著很多的竹香 和香料的香味 對 那你能感受到當地的那種 麻 辣 乾 酥 香 脆 哇 登影牛肉 選用牛後腿肉切成薄片 加入特製醃料 醃製20分鐘 至於炭火上烘烤90分鐘 口味麻辣乾香 達州 達州古稱通州 我們在達州市宣安縣做了30年到麻辣雞 人們俗成秋高 做這個麻辣雞由於是提前做好了 醃製好了 人們吃比較方便 口味非常的麻辣 非常解饞 所以說人們都愛上這一塊 那您要這麼一說 我今天要跟您好好學學 咱們達州當地這麼好吃 又方便攜帶的這種麻辣雞 做起來 荒洋的土雞 這是烏皮的 它可以營養 它這肉是很緊實 Q彈的這種 咱們先冷水下鍋 白酥 大蔥 薑片 青花椒 加了紅花椒 大火把水燒開 煮過10分鐘 把雞放在鍋裡邊煮的同時 那兩種油 第一種是那樣提煉花椒油 用了咱們優質的菜籽油 到時候掛在這個雞子上面 它很濃稠 大火把這個油溫燒到270-80度 然後就關上火 讓它冷清一段時間 主要是這個油 咱們是菜籽油 一定要斷生 否則它有生油味 煉麻油的這兩種花椒 有青花椒和紅花椒 上面一樣一半的 你看咱們這個青花椒 顆粒非常飽滿 顆粒都是粘開的 裡邊的水很小 它在裡邊的表皮的這個皺層 它很大 在裡面藏著很多的花椒油 在裡邊 一百多多加這個花椒 一定要小火啊 五到四分鐘左右 打算這個花椒表面金黃 這個撈出來了 所有花椒裡的顏色和香味 全都置換到了油裡 噴香 花椒油煉好了 然後再緊就煉了這個紅油 第二身家 這洋蔥 大蔥 香菜 秋哥 這就炸好了是吧 好 現在這個油已經很香了 等於是用釣油的 清這個辣椒 做這個辣椒油 讓它充分地跟這個油 融會在一起 太香了 這紅油裡面用的幾種辣椒 您給說的說的 真濃香 增加香味的 二斤條 主要是顏色好看 用小米辣真辣了 因為要讓這個辣充分地滲到這個油裡 所以專門給做成了這種 細的辣椒粉 對的 這個油溫差不多有130多 咱們下上 這裡邊的零分之一 13香 咱們把剛才煉好的紅油 過濾一下吧 就要油 就要它的精華是吧 對 太香了 我覺得都可以打包幾瓶回去 是 咱們這個辣椒油 不但可以拌麻辣雞 還有一個拌凉菜 對 拌滷菜 加煮麵條 都可以 等於一舉多得 對 那您這個麻辣雞的這個紅油 我跟您說在這裡絕對是靈魂 麻油和這個香油都做了 咱們雞肯定也差不多做好了 一做好了咱們得把它晾乾 還要等著涼一下 對 現在煮出來切的話 它容易散 煎豆雞 煎豆雞 這個肉也切好了 下面開始給它調味了 對 咱們先上鹽 白砂糖 雞雞 老抽 生抽 帶來的花椒油 荔枝的紅油 隔長盤蝦 你要放上四個小時 達州人的這個椒香麻辣味 是用時間不斷地疊加出來的 咱們有泡好了吧 太好了 噴香啊 可以 這裡面的味道 層層疊疊疊 麻椒的麻味 緊接著就是辣椒的香味 然後才是辣的味道 特別的刺激 吃到最後是這個雞的香味 因為越嚼越香 麻辣雞 達州特色小吃 蜜質紅油是關鍵 青紅花椒齐上陣 三種辣椒不可少 麻辣鮮香 回味無窮 在達州 無論是早餐面食 還是零食小吃 都離不開花椒 就連主食大米 都變成花樣加入花椒 不吃米豆腐 枉為達州人 作為非以美食的米豆腐 過去幾乎家家戶戶都會製作 好吃 來 水糕要幾個 來 給我裝瓜糕 老闆 您家生意真好 我們這個是天然的炒鹼做成的 而為了追求更麻辣的美味 達州人甚至將花椒 辣椒加入米漿 製作出一種全新的麻辣米豆腐 大家好 我是劉煉 我做這個米豆腐已經十多年的 從外婆家傳下來 我現在是第三代了 咱家的米豆腐有什麼特色 我們這邊米豆腐的話 它是用天然的稻草 然後把它燒成灰 然後用清水仿佛地過濾幾遍 它就形成天然的鹼水 帶著草木灰獨有的這種香氣 那這個水跟我們的大米有什麼關係嗎 泡在裡面的話 它做出來的米豆腐 它的凝固性比較強一點 增加米豆腐的一個口感 這個米豆腐是我們達州人 必吃的美味佳肴 我們首先第一步 把它倒在這個打碎機裡是吧 對對對 然後我們再加入我們的這個花椒 甘辣椒 打米漿的時候 就把花椒跟辣椒放進去了 它並不是純米漿 這個米漿裡面是有味道的 對對對 還是要準備那個草木灰水 要慢慢地倒 可以看到 這上面都是這個辣椒跟花椒的這個紅汁 聞起來也特別香 下一步就是要往裡面加入 我們的那個食用鹽 給它調一下那個底味 在我們的那個老鐵鍋裡面 把它攪成形 下入我們菜籽油 倒入米漿了 這個要攪的話一定要快 讓它那個米漿成熟 現在攪成這樣差不多了吧 下一步我們就把那個米漿捏成團 使勁地捏這樣子 一定要使勁 給它捏緊 好 我們現在這個米豆腐就做好了 馬上就開始可以蒸了 半個小時過後就可以出鍋了 這個米豆腐的吃法都還很多 也可以蒸著吃 也可以炒著吃 煮著吃都可以 它怎麼做是最好吃的 那炒米豆腐是最好吃的 那我今天就跟您這兒學一學 好嘞好嘞 好 這做米豆腐原來這麼原生態 關鍵是還蠻累的 我這一頭大汗 但是做出來的米豆腐 真的是特別的金黃噴香 而且這裡面還帶著這種自然的 麻辣味和米香味 對 咱們就開始學做您剛才說的 要炒一個 辣炒米豆腐 第一步首先我們把這個米豆腐 給它切成片狀 加入我們的這個菜籽油 倒入我們的米豆腐 對 米豆腐現在遇到了熱油 迅速地在邊兒上 就出現了那種小泡泡 對 也煎得已經開始有點焦鞭了 對 煎好的米豆腐 我們要先給它盛出來 這裡面剩下的油不要倒出來 好香啊 加上我們的那個肉末 您那個貨氣太旺了 大蒜 乾辣椒 花椒 豆瓣醬 我們這邊是吃麻辣的 又麻又辣的 又麻又辣 對 倒入我們的米豆腐 這是生抽 雞精 海電源 蒜苗 好 可以使它的顏色更好看 然後也更香 還要煸炒一下是吧 好香 好嘞 出鍋了 好嘞 出鍋了 太殘忍了 怎麼樣 味道怎麼樣 首先是這個米豆腐軟弱 麻味跟辣味瞬間把舌頭蘸滿 先是麻味 讓舌尖有一點點的那種 歎力 後邊的辣味 立刻又引起了你的食慾 辣炒米豆腐 用大米 辣椒 花椒和草木灰水 混合打成米漿 放入鍋中炒至成形 再捏成小團蒸製 米豆腐就做好了 先煎後炒更好吃 花椒對美味的加持 總能令人回味無窮 而達州的夜市同樣離不開花椒 街頭巷尾的燒烤店 承載著夜歸人 對花椒的鍾愛之情 各式烤串 無論葷素 從煙到烤都有花椒的身影 主打一個爽麻過癮 舌尖起舞 我叫周世葉 一名97年小夥子 從事燒烤八年 在達州做燒烤 小有名氣 臉上還帶著一些稚氣 但是人家在達州做的這個夜宵燒烤 那是非常的火爆 達州燒烤講究的是兩個焦 一個是辣椒 花椒 它的這個花椒採用了特製的紅花椒 然後比較麻 在麻的過程中也有焦香的味道 二個焦是外焦里嫩的焦 吃起來就是麻辣乾香 這四個字 麻辣乾香現在已經過誘惑了 來吧 咱開始做吧 選擇於我們香漢黃牛肉 琉璃節 吃起來口感很好 辣酒 薑絲去腥 洋蔥提香 然後炸一炸 對 鹽 花椒面 用這個辣椒上色黃油 這紅油真香 鹽這20分鐘就直接上串 那咱下一步做什麼 鹽小菌 大巴山上的土生土長的 吃的草長大的 跑出來是外焦里嫩的 吃起來一個字 霸道 霸道 跟牛肉的方式是一樣的 那這個勺皮也需要醃漬嗎 勺皮不用 直接上燙烤 用紅勺粉加熱水冷水這樣 是我們手工製作的 那我們可以串串了 可以 每一串真是貨真價值 量非常的足 來 烤起來 刷油 肉質很薄 15秒 20秒左右要翻面 嗯 火力必須要濁 不然這個肉質煮不好 烤得焦香了 這顏色很滋潤的辣椒 然後撒調了 雞精打到末 花椒粉 自然 嗯 辣椒 哇 燒烤的味道出來了 您看啊 醃漬的時候 就加上了這個辣椒面和辣椒油 在烤的時候還加上辣椒 哇 燒烤的味道 嗯 到8分鐘好 嗯 牛肉和菌干烤得差不多了 嗯 然後就上勺皮 翻六次面 刷兩道油 嗯 基本上就好了 放在這盤子裡面 調料撒上去了之後 用油把這個調料沾上去 泡蘿蔔 折一邊 再加點蔥花 這樣給它折一下 對 折在這盤裡 先嘗一嘗咱們這個烤鮮漢牛肉 哇 吃起來外面是那種乾香 這個麻辣味都已經吃到了肉的底面 哇 好吃 小餅乾 同樣啊 每一口都是焦香 麻辣的味道回味無窮 草米 香 酥 嫩 吃起來回味無窮 越嚼越香 達州燒烤 名副其實的夜宵人氣王 選用達州本地特色食材 先醃後烤 外焦里嫩 焦香麻辣 越吃越過癮 這個杂醬麵味道很香 我的朋友經常過來吃 麻辣過癮 肉力也特別大 我們達州人最喜歡吃的麻辣街 又麻又辣 比較下飯嘛 大家吃咱們達州的燒烤夜宵 感覺怎麼樣 好吃 好吃 太棒了 達州的燒烤 好吃 看見沒有 只要有血案 做出來的就一定會受大家歡迎 歡迎